人切话题来看到 国际燃油价格下跌 6月30号开始 国内线机票的价格 将会有一波降价 像是台北飞到金门 华信航空的票价 将会调降个183元 降幅80%是最多的 而另外搭乘利荣航空 也可以省下大约是160元左右 那么这也是将近四年来 国内线机票首度降价 而现在机票变便宜了 加上国内疫情趋缓下来 根据调查显示 有将近六成的民众 他们都想去离岛或者是花冬旅行 至于让旅行社 从五月下旬到现在 业绩不断飙升 订房量比去年同期 成长了将近三倍 疫情期间出不了国 没关系 非离岛也能一元搭飞机梦 正好碰上国际油价走低 国内线机票价格 6月30起油感变便宜 像是华信航空台北飞金门 票价可省183元 降幅约8%最多 高雄飞澎湖也调降82元 立荣航空台北金门 则限省160元 嘉义飞澎湖最少也可省下50元 是近四年来 国内线机票首度降价 有便宜一点 这个机票 可是如果说你是要在 这个热门的时间 或是日期的话 还是要手脚快一点 离岛机票变便宜 加上国内疫情趋缓 调查显示有近六成 民众想去离岛或花冬旅行 越居国旅排行之冠 第二名则是台南 中张投地区则紧追在后 多数人首选两到三天轻旅行 让旅行社业绩翻倍成长 五月下旬开始 我们的订单也呈现了一个 蛮报复性的成长 所以以我们家的台湾订房来看 已经比去年同期成长了近三倍 离岛游到底有多夯 看看国内线航空五月平均 载客率几乎都有七成五 六月预估会提升至八成以上 业者赶紧加开航班 以放大机型阴影 国内防疫大解封 搭上油价下跌 带动离岛花冬出游商机 小绿城清顺台报导